第四章,罗锋的仁慈,看清楚了,罗锋看向他,践踏王身躯高大,罗锋在他面前就仿佛孩童般矮小,可他这位纵横金兰宇宙国的超级强者,此时却是心惶惶,看到清单上清楚描写的一切,他梦了,此时的践踏王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念头,有的只是懊悔。 看清了,罗锋殿下,你这,我,我,践踏王结结巴巴,清单上的条款总的说是三条,第一条,整个罗斯家族所有生意,公同等一切资产,99%全部无偿转让给罗家,剩余1%留给罗斯家族,半天内罗斯家族安排一支队伍来九星湾,进行资产交割。 第二条,此次矛盾牵扯到的一切罗斯家族人员,全部送到罗家,任由罗家处置。 第三条,现今十亿混员单位。 你家族资产的凯,至少你们罗斯家族还赐下百分之一能够让族人们生存。 罗锋看着他,而且,我只是索要此次矛盾牵扯的一系列人员,少了这下渣子,对你罗斯家族反而有益处。 至于十亿混员单位,对你一名封王初等,应该还拿得出吧。 我这三条,每一条都留有余地,没有逼迫太甚,已经算很仁慈了。 罗锋说道,践踏王都快哭了。 仁慈?天啊,家族百分之九十九的资产啊。 这一转让,那么罗斯家族无尽岁月弄出的偌大资产,一招几乎尽丧,只剩下点残羹冷制。 罗锋殿下,我是封王初等不朽而已,很多封侯巅峰强者倾家荡产都没有一亿混员财富,我也就比他们稍强。 我就是卖掉身上宝物,也难凑足十亿混员单位啊。 践踏王急切看着罗锋,祈求着,殿下所说我自然是拼尽全力,可我实在拿不出。 罗锋冷漠看着他,践踏王被罗锋盯得渐渐收声。 记住,罗锋冷漠道,这三条你全部做到,这事情就结果。 如果做不到,后果你知道。 践踏王冷漢淋淋,明白,明白。 践踏王连点头,去吧。 十亿混员单位给你七天时间凑,至于家族资产交接,则要半天内安排人来九星湾。 罗锋挥手,是。 践踏王虽心底苦涩,只能乖乖离去。 罗锋看着那践踏王看似萧瑟的背影,却是心底冷笑, 在域外战场上闯荡这么久,很清楚一般蜂王初等的资产。 虽说有些蜂王初等,很可能真的拿不出十亿混员单位来。 可是,这践踏王是金兰尊者的弟子。 能成为宇宙尊者的弟子,宇宙尊者怎么能不给弟子点兵器宝物? 凑个十亿混员单位来,应该不难。 虚拟宇宙,金兰大陆,罗斯家族的一座喉舌府邸内,寂静的大殿内。 践踏王独自坐在大殿王座上,脸色阴沉如水,心底怒火熊熊,后悔无比。 当初就不该贪心,默许下面那么做,仅仅得到一亿混员单位的好处,现在却一下子要付出这么多。 这个罗锋,实在是够狠。 这次赌博,失败了。 践踏王心中暗恨。 当初罗锋失踪,谣言说罗锋已经陨落,一开始仅仅只是在传播, 后来罗家内部的一系列动静,让有心者怀疑罗锋是否真的陨落了。 为了探查这一点,渗透进罗家,安插间隙,各种方法都有。 也有势力是一亿混员单位请罗斯家族去试探下罗家。 毕竟罗斯家族乃是践踏王一手控制,和罗家起矛盾,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那七世孙所能一手控制的? 这背后的确是有践踏王的默许。 他也不敢正面得罪罗锋,只是充当马前卒, 去试探下罗家就能得到一亿混员单位,何乐不为。 罗锋若陨落,这钱赚得太容易了。 罗锋若没陨落,也不至于因为这就要了他的命。 更何况,从头到尾他都没现身, 一直是在七世孙负责,他暗中默许罢了。 家主,家主。 大殿下,齐刷刷出现上百名整个罗斯家族高层, 无比恭敬贵妇下,声音回荡在大殿内。 俯看着下方族人,剑阔王脸色愈加难看, 按道,那罗锋实在是够狠,他也清楚, 如果他逼急了我,我就会逃到老师那。 毕竟明面上只是一点小矛盾, 他还没法强迫我老师交出我来, 他也不敢直接得罪一名宇宙尊者。 他现在几乎是逼我到最后底线, 没杀我,却逼到极限。 家族资产被剥夺99%, 看似仁慈的留下1%, 我宁可他将这家族资产全部拿去, 也别索要十亿混员单位。 践踏王暗恨, 一个家族最大的资产实际上是最强者拥有的财富, 就像罗家最大的资产是罗锋拥有的财富一样。 大殿内寂静, 罗斯家族上百高层贵富在哪, 而践踏王却冷漠俯瞰着下方煞气弥漫开来。 迅速组织一支队伍, 前往黑龙山岛屿九星湾, 去见罗家进行资产交割, 将我罗斯家族99%的资产进阶交给那罗家。 践踏王声音低沉, 却仿佛重锤敲击在每一人的胸膛上, 令下方罗斯家族高层都发梦了。 什么? 百分之九十九? 他怎么不去抢? 太过分了。 罗斯家族高层们顿时急了。 践踏王猛的一声怒吼, 闭嘴, 个个不敢吭声。 之前和罗家斗赏, 怎么你们一个都不阻拦? 而且一个都不告诉我。 践踏王对着下方咆哮, 下方的族内高层们心中暗自嘀咕, 他们当初谁敢阻拦? 而且他们中也有两个曾经联系践踏王, 可那时践踏王却是关闭虚拟宇宇宙网络接收, 硬是联系不上, 赶紧组织一支队伍。 践踏王喝道, 是, 罗斯家族和罗家起矛盾, 其实暗中早有有新人在关注了, 当践踏王对家族高层发出命令愤怒咆哮时, 这消息几乎在半个小时内就从罗斯家族内部传播出去了。 罗斯家族退缩了, 看来罗锋回来了, 99%家族资产, 估计只是其中一条吧。 罗锋倒是够狠的, 让整个罗斯家族等于是大迁移, 这是绝对的打脸啊, 践踏王是一点面子都没了。 哈哈哈哈, 这位罗锋殿下真是手软啊, 真是仁慈啊, 回来后竟然没下杀手, 要是我直接就杀了剑踏王了。 兄弟, 那剑踏王很可能在金兰尊者那, 想杀可不容易。 族族, 这罗斯家族是我们金兰宇宙国除了皇家外最强家族了, 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 他们家族控制那么多星域, 无数星球, 就这么完了。 对, 完了, 就, 就这么。 孩子, 记住, 一个家族最重要乃是支撑家族的超级强者, 像那些宇宙中等文明国度, 一般都是一名普通不朽神灵开辟。 假如不朽神灵陨落, 自然一个国度崩溃, 而这种超级家族, 那剑踏王都得低头, 家族自然得牺牲巨大利益。 族族, 看来生意贸易, 那都是刺之, 强者实力才是根本。 对, 不但是人类族群内部, 就是无数族群之间, 本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。 我人类族群强大, 就可拥有无数宝物资源。 而弱小族群即使得到质保, 也会被强行夺来。 所以, 孩子, 你得努力。 一个家族, 有两位超级强者, 那么更容易传承下去。 是, 族族。 关于金兰宇宙国的罗斯家族, 将控制的大量星域, 无数星球, 无数公司, 资产, 全部转让给罗家。 这事情在第一天, 就被宇宙中诸多超级家族知晓, 随着时间流逝, 因为引起动荡太大, 那些帝国, 家族, 组织等等弱小势力, 也都知道了。 他们也感觉到, 罗家的霸道, 罗家的不好惹。 爸, 我敬你。 爸, 大波, 大波。 在九星湾内, 罗锋一大家子人正聚集在一起, 包括弟弟罗华的妻子儿女也在桌上, 罗华现如今虽仅仅一个妻子, 可儿女却有九个, 毕竟不同于罗锋在外闯荡, 弟弟罗华是一直留在家, 时间长了, 儿女倒是多了。 一大桌人, 热闹非凡。 哈哈, 罗锋站起来, 笑着陪晚辈喝酒。 阿华, 这么多年不见, 你孩子都多了几个了。 罗锋笑着看着那群年轻人, 也不看看你消失多久了, 六千年。 罗华也笑道, 徐欣也瞥了罗锋一眼。 罗锋哑然, 哦, 倒是自己不是了, 陪妻子太少。 不过自己乃是介主, 实力越强越难以有孩子, 而徐欣更是体质改变, 恐怕都难在生子。 一家人吃得开开心心, 很快孩子们都退去了。 罗锋和徐欣二人也说着悄悄话, 徐欣, 我不在家, 家族内也得有坐镇的强者, 我准备培育些不朽级植物生命。 罗锋说道, 徐欣没好气瞪了他一眼, 等你呢, 那得得到什么时候, 之前你不是给家族留了五百亿混员单位吗? 家族内经过商议, 拿出了一部分, 我们将家族内本来就有的借主九阶的魔云藤, 狮行草, 培育了三株, 都成了不朽神灵, 其中就有风猴级威力的。 罗锋哑然, 好, 好, 罗锋笑着点头, 关于家族安全方面, 等我从狱外战场回来, 我再好好安排, 我在家也逗留许久, 就先全身心处理狱外战场事了。 去吧, 你的事情要解。 徐欣连道, 罗锋一笑, 这次在虚拟宇宙中陪着家人足足三天, 也是为了弥补家人, 至于解决天阵亡。 六千多年都过去了, 也不差这三天。 好, 处理好就回来。 罗锋亲了下妻子, 随即一笑, 便凭空消失, 意识已然离开虚拟宇宙。 请不吝点赞,